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1994年 空军部队率先为新疆捐款57万元 启动了蓝天春累计划 重点资助尚不起学的少数民族女童 而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米和伦莎 一名美丽的维吾尔族姑娘 不仅是蓝天春累计划的第一批受益者 还幸运地穿上了蓝色的军装 成为了一名全国人大代表 一唱起这首打板成的姑娘 一提起我的名字米和伦莎 很多人就会猜到我来自美丽的天山脚下 作为蓝州空军某部通信器材仓库保管中队中队长 认识我的人都觉得我格外开朗 能够善我的维吾尔族血统 让我从不怯场尽情释放 人大代表的特殊身份 让我自力自强 春雷怒放 结合我自身的经历 我将在今年两会上 针对驻江部队少数民族干部培养 建言献策 然而这份热情的背后 八五后的我 却有着不愿回想的灰色童年 极度贫寒的家境 突然离世的母亲 辍学乌浓的打击 这些都曾让我像凋零的花朵 自卑 自闭 失去生活的勇气 很多人奇怪 为什么经历了这么多磨难 我还能保持这份开朗阳光 是蓝天春雷 让我重拾梦想 是蓝色军装 让我产生希望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但我会尽我所能 为有着同样梦想的苦孩子 插上飞翔的翅膀 入伍五年 训练场生的女干部米赫伦莎口令响亮 要求严格 七步走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大家请请啊 先听我讲这个游戏规则 大家就按我喊的数字 抱成一团 如果落单的就表演节目 然而训练之余 他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和女兵们又跳又闹 其他单位的战友 他们看到我们少数民族的干部 也会很好奇 就是说你们的领导是少数民族的 会不会就觉得沟通起来会不方便 有一些什么障碍 但是我们已经完全感觉不到了 因为平时都已经打成一片了 你们要不要看连长跳小苹果 连长来一个 和战友们打成一片 是米赫伦沙这个维吾尔族姑娘 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 不过刚入伍的时候 他却因为口音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每周都要组入学条令 然后他就坐到前面给我们念 说不得围围巾 不得戴手表 什么不得就是腰上挂钥匙这些 然后当时就觉得听着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就悄悄地学它在下面 然而困难远远不止这些 米赫伦沙大学的专业是公共事业管理 可在部队他从事的却是通信保障工作 有一些人他对数字比较敏感 有一些人对电脑比较精通一些 我觉得像米干事他本来就是少数民族 对就是像我们这种比较普及的这种 大众的东西 他可能会接触起来更累一些 更辛苦一些 米赫伦沙所在的部队 少数民族干部本来就不多 和他年龄相仿的更是少之又少 内心的孤独让本就有些自卑的米赫伦沙 更加沉默寡言 都哭了 难受的时候一个人就 就在宿舍了 我习惯了就不给别人说话 都跟别人交流 其实自卑的情绪 几乎充满了米赫伦沙的整个童年 虽然这种性格一度被圆梦军营的喜悦冲淡 可现实就让他再次陷入到那段 不愿回想的记忆 米赫伦沙 羽翼温和的女孩 1985年2月 她出生在新疆伊宁 一个贫穷的农户家庭 可在母亲的细心呵护下 能喝善舞的米赫伦沙从小活泼好动 镜子却一点也不温和 小时候挺喜欢跳舞 挺爱动 在一个巷子里 我们巷子里都很团结 然后小朋友跟我年龄差不多也挺多的 我们就读着大家去唱歌跳舞 然后有好多大人都过来看我们的姐妹 舞蹈曾是米赫伦沙童年的梦想 尽管家境贫寒 可温馨的成长环境 让她本该拥有更好的未来 然而九岁那年 母亲突发脑一血离世了 她也因为外债被迫辍学 就觉得没有希望 我都已经是绝望的一种感觉 就这样就提醒自己 你已经成为了就这样过 然而半年后 就在米赫伦沙快要忘记曾经的幸福时 她的命运却突然发生了改变 我们就搬走人去我们家告诉 你可以上学了 这个空军部队的资助你上学 我就不知道空军是 但我听到这个可以上学 我就特别开心 空军蓝天春雷新疆地区 优秀女童夏宜云新闻发布会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在蓝天春雷计划的资助下 米赫伦沙不仅重返了校园 还成为全村第一个 坐过飞机到过北京的人 她觉得自己就好像童话里的灰姑娘 有些人说这个梦想是不能实现 只是个梦而已 但是我还是有抱着一丝希望 就想当空军 作为优秀蓝天春雷女童 从中学到大学 米赫伦沙一直名列前茅 2009年大学毕业后 她以优异的成绩被特招入骨 穿上了梦中的空军篮 挥起这段往事 让米赫伦沙渐渐找回了勇气 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都已经实现了 眼前的这点困难 自己又有什么理由 不试着去克服呢 面对内心的彷徨 丢失前进的方向 她将如何走出阴影 点燃希望 借助民族的文化 发挥自身的特长 她又能否收获认可 放飞梦想 军旅人生正在为您讲述 米赫伦沙 在蓝天下舞蹈 动力是有了 可童年的遭遇 一直是米赫伦沙内心的阴影 任何人想要在短时间里改变性格 都绝非一事 就在她空有决心 却不知从何做起的时候 一个人的出现 让她豁然开朗 一个周末 米赫伦沙决定去看看 并无血缘关系的妹妹 当孟非 当年就在米赫伦沙 最迷茫的时候 一次蓝天春蕾计划的宣讲活动中 她认识了当时还处在 辍学边缘的党孟非 当孟非的家在大山深处的贫困村 母亲特有残疾 父亲是聋哑人 相似的经历 一下子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他们的处境跟我差不多 我觉得就像自己的妹妹一样 看到他们都很亲切 我都看到我当年的自己 对于母亲早逝 仅靠基姆薄田为生的家庭来说 特招入伍后的米赫伦沙 虽然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 可年迈的外婆 布农的弟弟 打工的父亲 都需要自己的照顾 思来想去 她还是决定 资助党孟非 完成学业 空军去我们 资助我 我当时的心情 现在无法用言语表达 但是确实是 就是那种感觉 雪中送炭的感觉 我刚刚说了 所以我能帮助 像我一样 处境像我一样的 这些女孩子 觉得我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我很开心 一个亲切的拥抱 一句真心的问候 一段欢快的舞蹈 这些都让内心孤独的米赫伦沙 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我就觉得 另一种的需要 是真正的发自内心 不管是快乐开心 或者有趣 都是表现的 都很真实的 真实的米赫伦沙 突然意识到 之所以没有融入到 部队这个集体 并不是战友们 对自己有偏见 而是彼此的民族 风俗不同 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和沟通 那自己能不能结合 本民族的特点 像感染党孟非一家那样 感染专友们 以前跟大家害怕说错话 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吧 一起说 我就害怕说错话 然后一起唱歌跳舞 跳舞 害怕闹笑话 现在不管了 不管是说错 现在不管闹笑 我就说 跟大家一起说 然后美丽的新疆 美丽的新疆 是古兰新疆 渐渐的 大家开始觉得 曾经那个总是有意 跟大家疏远的 米赫伦沙 好像和自己 越来越亲近了 张希 很好 在一起 她就像个大姐姐一样 我们平时 也会开一些玩笑 相互讲个笑话 我们心里边 有什么高兴的 不高兴的事 也会找她 去主动找她 去分享一下 或者是找她倾诉一下 就这样 打开心急的 米赫伦沙 很快融入到 自己向往的军营 走了女孩们 准备上场了 不管是因为 没有耳术接触 或者跟 和汉族 学的没有什么 隔阂的 大家都一样 那个男的 都像一家人 而在这个过程中 米赫伦沙始终记得 正是自己感受过 爱与被爱 才鼓起了 震生困难的勇气 所以 她从未放弃过 帮助那些 需要帮助的人 入屋五年 她资助过的 贫困儿童和学生 已有四十余人 我和南天春雷 有一个约会 2013年3月 米赫伦沙当选为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结合自身经历 联会上 她就边疆地区 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作为少数民族 这干部跟地方 这个进行沟通 是因为语言相通 然后感情比较贴近 这沟通起来 焦虑起来比较方便 就因为这个 我觉得这个部队 还是培养 这少数民族干部 非常重要 如今的米赫伦沙 早已从枯萎的花类 绽放为鲜艳的花朵 然而 比起收获荣誉 她更希望能够在 边疆广阔的蓝天下 和亲人 和镇友 以及所有 需要关爱的人们 一起尽情舞蹈 哪怕语言不同 民族各异 但只要心意相通 我们也能拥有 相同的梦想 熟悉米赫伦沙的战友 告诉我们 作为一个能歌善舞的 维吾尔族姑娘 米赫伦沙 有着一颗暧昧的心 可是入伍之后 除了为大家跳舞 她从来没有 化过一次妆 穿过一次鲜艳的服装 她说自己的舞蹈 只是为了 让更多的战友 了解自己的家乡 而她自己最中意的 还是这身 朴素的空军蓝 因为只有穿上它 自己才会觉得安心 觉得幸福 觉得远在天堂的母亲 正在微笑地 看着自己 今天的节目 就是这样 预知更多 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 只登陆中国军事网 您也可以通过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中国军事网APP 明天的节目 我们将带您认识 一位来自南京路上 好巴莲的人大代表 严永祥 期待您的关注 再见 从国防生 从国防生到指导员 他用六年时间 完成了角色的转变 从普通市民 到身边战友 他用真情 滋润了干涸的心田 军旅人生 下期为您讲述 颜永祥 扛起 好巴莲的旗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